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29晚和大家勉懷過去的新年是怎樣過的 在這裡靜靜地送猴迎雞 新年特輯 新年我想最多人聽或者最多人想聽到的一句說話 就一定是接下來這首歌的歌名 這首歌是1978年一個叫殷秀儀的小姐唱的 殷秀儀現在可能沒有人認識 因為她也不是很紅 她曾經紅過一段時間 但這首歌曲大家應該知道 如果有聽我節目 上個星期有聽我節目的話 大家應該知道 在這裡順便點一首歌給大家聽 祝大家就像這首歌的歌名一樣 聽清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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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地點一首歌 旋身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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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油海苔 三蛙食月四辣落 年年何水歌 輕易抱負添丁發財 細路人見人愛 真正添丁氣氛多知多彩 煙丁紅丹聯派定離月倉 聽我朋友齊東拍席照開 朋友族遊樂 好叫乾杯喜菜 人人何水歌 好興禮春到福秀齊來 老年人似松伯 公鞋白不愛 未敢見不愛 少年情歌合唱 故連故愛 風到齊挑齊唱 四面喝彩 從人盡漸其彩 春虛伏來虛伏來 雲年春光真可愛 這首是恩秀儀的 恭喜發財 恭喜大家發多些財 正財橫財也好 我特意選擇一般的新年歌 因為一般新年歌 在電台或街上電視都會經常聽到 喜喜揚揚 所以我特意選擇這些 如剛才那首恭喜恭喜 或這首恭喜發財 可能會少些人播放 或少些人聽過 和大家增加新年氣氛 說到賭 新年一定不能夠不說賭 說到賭 還有一件事一定要說 就是馬錶 我們年代 我記得很小時候 都曾經去買過馬錶 我印象很深 都有一些印象 因為不是經常做的事 有一次經過 那時還很小時候 有些人拿著棍子 好像夾著那些馬錶 其實馬錶這件事 現在年輕人不知道 我或許說少少關於馬錶的事 馬錶其實是香港的 早年舉辦的一種 結合了賽馬和繳豬 可以說是繳豬的彩票 的一個 這些博彩活動 馬會在1931年起 發行到1977年 才取締 1974年 麥理豪要成立廉政公署 宿貪窗廉 要打擊一些黃賭毒 犯罪的活動 打擊黑道白道 總之貪污 你賭是一個很大的收入 黑社會的收入來源 所以他有意取締當時民間 一些自花 我剛才說過 自花 於是由1975年開始 將開售彩票改了 叫做多重彩 取代原先的馬錶 1976年 正式命名為現在的綠合彩 六合彩 由1976年至1993年 長時間主持六合彩 那位直播節目 那位人兄 我想你們應該知道 叫夏春秋 夏春秋是誰 夏春秋就是 吳君渝的爸爸 吳君渝 如果你們都不認識 我就幫不了 OK 夏春秋原來 他不只是演戲 也唱歌 這首歌是幾年的 我答不到你 應該都是五六十年代 如果觀眾裏面有人知道 就麻煩你 可以發聲給我聽 但這首歌 他的名字叫做 烏龍馬平家 就是夏春秋和何文尼主唱 大家聽聽 烏龍馬平家是怎樣的 因為以前有個很出名的馬平家 叫董彪 即是我說馬你要聽 即是那個 現在這個烏龍馬平家 他又是怎樣的 大家聽聽這首歌 就會知道 喂 馬平家有什麼好貼士 明天的賽事 複雜一點 麻煩你給我兩場連贏 我免得我每次都鋪草皮 好了好了 怕了你了 聽著 在哪兒 聖盪與滿牌 你買必費 波家仔他善剔 必定勝 宗大難口闔 悬得利時 標準的路情是新門言 提防這編碼 嘶嘶嘶 執生這麗事這喜劃 年年假話 但幾隻一本萬里 是一個地霸 極好熱鬆 哎呀 你好像想靠它那樣 這些生愛提示 你都敢給我的 啊 這樣的提示都是三家人 不怕告訴你 哪個大師父跟我沒有交情 每個馬房的念碼師都是我死黨 這些秘密提示是他們給我的 哈哈 老老實實 究竟生不生的聲音 哼 信不信的由你 聽你的提示就輸死人 你比親隻隻都跑第四的 整天點紅又點綠 周時車天又車地 幸好我有特別提示 那麻煩你告訴我 哎呀 那你聽住了 иныてい est la unnelle 既我說今次爆赤龜水 力論太陽神馬樂趣 穿下去又可珍味 翻譚終演驚士好意 難離騎落浪醉 咩比 當心馬正底刺門考驗 音源是馬王真厲害 三寶中多的就好歌曲 厲害,你是可以的 當然了 這個烏魯馬廷加的故事 他很有趣,中段有個木羽敲 唸口罔,好像粵曲的小曲 當時年代的人說馬廷加 其實那些填詞人是很有心思的 好像剛才那首《恭喜發財》也是 雖然是六七年的作品 但裏面的詞是填得很好 可能不是很紅 但其實你聽到 你留心聽 不是六七年 雖然說錯了 七八年的時候《恭喜發財》 《恩秀儀》那首歌 雖然七八年 可能不是很紅 現在很少聽到的歌 但你聽到歌詞 其實填得很有心思 即是說不同的東西 捉人來恭喜發財 這首也是烏魯馬廷加 講到這個賭 另外一件事一定知道 就是賭啤 是吧 我們有時去到別人家拜年 甚至無謂是親戚朋友 可能去到那裡 都會有些人順便拿一副啤出來 賭一下 吵一下大抵 增加新年的氣氛 講到賭啤 一定要講這首歌 這首歌是1984年 這位越南華僑 他親自主唱 聽一下 這首大家應該都聽過 可以跟著唱 講到賭十三章 不是說認老資格 擺牌要救靈基 拆牌要有善法 比如拿著粒粒虎 最大煙虎都要抹 如果擺得無啤花 當然擺個戰鬥格 就算無頭一啤蛇 隨時可以革蝶革蝶革 不信啊 我又能這樣 毛頭一啤蛇 大頭門家三輪車 但是我那一匹是烟一匹 才杀了一家傻野 对家原来是五匹 一他拆开摆过两条蛇 但是要得蛇泥就没啪 那就变了没蛇蛇 是倒仔倒摆五匹了 那就赢头赢以我更借 因为五匹隔随时吃光葱头 同时吃光粒粒花 就算粒粒虎都统统奇迷 我赢绝不是靠好运 这难够非无言乱的车 隔食隔原来来真的 原来没家都没头 遇到得清一辈子 未到直呼老房的卡尼费 杀得真好夜了 喂喂喂朋友 说到赌钱最容易出述是什么呢 十三章 所以赌钱一定要眉睁眼期 有朝一日遇到老千 千年没执人来手照 借头借路就懵 喂喂好 赌提防于老千 因为老千手法是最邪 他有班头人是恶耶 怕你抹正也会任人骑 他被转将猫微斜 能同行能用眼一舍 你知他明明明是靠骑人 不能说他出迁 没有执到他的手照 没得握 你要明白人家靠找食 看保世识不同就快扯啦 面做肥羊明乃耶 这首是尹江的《毛头一啤蛇》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会玩啤牌 十三章 《毛头一啤蛇》 《草大地》 有时我们过年都会玩 到别人家里吃点瓜子 现在都很少 糖果在全盒拿些东西来吃 早年的时候 有很多传统的贺年的食品 譬如糖冬瓜 糖莲藕 瓜子 或者是一些炸煎堆 我刚才说 家庭主婦会做一些过年的食品 一来又可以送一些给亲戚朋友 二来人家来拜年时 又可以给别人吃 如果不吃饭 可以吃这些糕点 萝卜糕 马蹄糕 有很多妇女都会做 一方面自己家人可以吃 自己又可以款客 招呼嘉宾 我们的年代年高 年年高升 这是一个过年的年代 很常常的印象 最重要的是拜年 小朋友拿利是 我刚才说了 还有一个温馨的回忆 为什麽呢 我们不会很常见到他们 尤其近年还是 因为社会生活 更加繁忙 生活的节奏更加快 所以平时 大家都很少有机会见到 所以趁着这个过年的时候 大家会聚首一堂 大家聊聊天 过去一年发生了什麽事 或者有些亲戚特别有趣 例如我 我蓁婆 她家的那几个 那些舅父 她们挺好玩得的 那年代 为什麽呢 很多时 他们家人很多兄弟姐妹 去到他们一家多厚 那个感觉很温馨 虽然地方不是很大 但是一间很温暖 你会感受的很温暖 去到人家拜年 见面 聊聊天 你又长高了 或者她又出来做事 这个拍拖 那个结婚 又或者那个生了小孩 这个又转了工 那个又升职 猪与猪女 有很多这些童年的回忆 就是来自这些 另外 亦都是一个 对于我 我自己说回我自己的感受 其实是一个 对社会的一种了解 为什麽呢 因为你平时可能不会接触到 某一个阶层的人 但你拜年的时候 你会去到不同的亲戚朋友 在家拜年 譬如我那时 我记得我爸爸有个朋友 在新界住 他的新界好像一个农场 有些狗在看着 几格蝉偏远 在那个年代来说 几格蝉偏远 你要记得那时没有西铁 那个年代 你要转程车 然后又乘搭这儿 又乘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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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很深刻 通常 这个又一个印象深刻 另外有一位 他很好的朋友 可以说老死 他在西贡有个别墅 又是很特别的 你会见到一些不同的生活环境 譬如公屋 去到公屋 你会见到 那个小朋友 很多时会是这样的 那年代的小朋友很窮 加上他可能又贪玩 一来二来也有时间 三来就是 亦都是一种大人 当是一种 好像西方的万圣节 西方的万圣节 也是一种 trick or treat 叫小朋友 敲门拿糖果 那年代很流行 现在没有人玩这些 因为现在的小朋友 太过矜贵 一个起两个子 而且父母太过怕青 又怕牵涉犯了这个弱疑 所以他不会让小朋友 自己走出街自己玩 那年代很流行 小朋友在那里照顾自己 过年时会用毛笔 写财神两个字 写在红纸上 然后拿来派 然后经过 在街上会游 有时会 但很多时 尤其我印象中是公屋 公屋或是会多些 他们会拍门 财神到 恭喜你 那些大人 如果有钱的 我给回一两号纸 或者五号纸 他们当是新年 对小朋友是一种 一种恩惠 其实跟西方一样 人情是一样 所谓万圣节的道理是一样 等于他们的 Santa Claus 圣诞路人跟我们的财神是一样的 财神就拿钱 Santa Claus就是拿礼物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中西文化 你看得通 你就会明白这些里面的细节 其实他们的过年是一样 有这些 这些 叫做习俗 那时的小朋友 我印象之中是挺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跟着大人到处去拜年 见到不同的人 见到不同的环境 比如居住环境 你都会见到 有些朋友有钱一点 有些亲戚可能有钱一点 整间屋是他的 一个独立房屋 所谓的独立房 有些可能窮一点 可能住在公屋 甚至有些再窮一点 可能住在木屋 我印象之中 很小的时候都去过 木屋 亦都不会说有什么的 但当时小朋友 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因为其实那个年代 七八十年代 香港人大部分 都不是很有钱的 其实有钱的是不正常 如果你穷才是正常 是不是 所以就 那个印象很深刻 去到新界了 好像我刚才说 当然是烧下炮掌 是不是 其实炮掌是一个挺好玩的 我觉得小朋友 尤其是过年 就是一个 就是中国人的过年 西方的过年是静的 他是讲静思 在团年 他是一家人围牢静坐 就是大家围着火炉 在这儿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 听着那些火烧柴的声音 大家在这儿喝酒 聊聊天 谈笑 是宁静的 享受那种宁静 因为他们西方下雪 你也不能出去玩 但是我们南方人 尤其是中国人 过年我觉得要吵才有气氛 打麻将 刚才说 皮里帕勒 是不是 烧下掌 另外还有一件事 那时候很流行 现在也少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武师 是不是 就是彩青 以前很流行 那些小朋友也好 或者叫国术总会 什么什么什么 现在都还有的 新年就很流行 就去武师 去供足那些店铺 生意兴隆 裁员广进 顺便又拿一封利是 当然 有些正路的 有些偏门的人也有 大家都知道 有些黑社会可能他都会 走去 都会 Developing 是 趁店铺开门 吃亚 新年 燒炮掌是有氣氛的 舞獅是有氣氛的 因為那種很有喜氣洋洋的感覺 當然不可以整天在舞 例如近年我也少見了 例如以前很流行那些店鋪開張 請一些詩來採青 其實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保存了中國的傳統 還有那種味道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 其實西方人來到香港都是看這些 你現在沒有了 又或者是要取締 又說這裡又說左階 等於吃小販一樣 過年以前很流行 我們印象很深刻 過年有很多小販不同形式 又有賣粥又有賣魚蛋 賣什麼腸粉 為什麼現在竟然又說取締 他們說的道理就是髒 其實小販怎麼會髒呢 我告訴你髒的那些是誣衊的小販 是有心去想取締政府 有心跟地產商去想取締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 先進的城市 包括日本、倫敦、紐約 是不是 都有小販 是不是 只不過是說 小販是不會髒的 髒是你那些人吃完 到處扔 這樣是髒的 還有還有一些食物都是 來不中可能有些人會說 我吃到肚痛 小販不衛生 沒錯 那個年代的歲月 是多些烏鷹、老鼠、蟑螂 這是事實 但其實不是跟小販有關係 因為流動的小販 是不會積聚垃圾在某一個地方 他們基本上不會過夜 骯髒那些是食事的後行 他們把垃圾丟到後行 或者廚餘丟到後行 才會引起烏鷹、垃圾、蟑螂、蟑螂 其實如果他是一個小販 他所做的事一定是衛生 為甚麼 因為他做完 例如他做勃仔糕 他做完後自己吃回來 他賣不完 他家人自己吃回來 甚至是親戚朋友會吃回來 隔離鱗舍 派給隔離鱗舍吃回來 他怎會不合衛生 一般不會 你說有沒有例外 當然有例外 有些可能是純粹為了賺錢 例如炸豬大腸 油又不乾淨 或者等了很久 豬大腸是做得不乾淨 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總的來說 你不要以為小販的食物 一定是不乾淨的 其實很多小販做的食物 正正因為他自己吃回來 反而甚至可以是 衛生過你所說的很多 叫做快餐店 連鎖快餐店 因為連鎖快餐店的人 他們的食物 可能他們不會在自己的地方吃回來 他們是去別的地方吃的 因為他們知道 有些骯髒骯髒的 厚欄、豬魚鼠類 這個絕對是 當時很重要的一個 我記憶之中 過年的時候 就會講到這些 講到這些當年過年的回憶 趁著現在有少許時間 就講一講 我有一個觀眾 他這次寫了一個訊息給我 他就問起我 這位是韋鄭先生 White Jang WAI 他說為何今天那些 唱歌的人 唱歌會呼氣 呼氣得那麼大聲的呢 這個其實跟我上次說 譬如Freddie Mercury 那些是有關係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之前都講過 唱歌其實是用單電器的 如果你是唱古典音樂的 你當然不會唱到休息 因為在你受訓的時候 老師會教你怎樣休息 怎樣用氣 怎樣運氣 但是很多現在的 所謂流行音樂 唱流行音樂的人 尤其是 譬如你講香港 其實你聽聽林子祥 那個年代都沒有的 羅文那些不會 你不會完全聽不到 他們呼氣的聲音 而是那個年代的 很多流行樂手 為甚麼他們不會呼氣 因為他們懂得運氣 為甚麼懂得運氣 因為他們唱了很多Live 早期那些人 全部在現場唱Bang 即是晚上在夜總會唱 唱得久 他會知道 他會呼氣 即是他知道 我現場的時候 聽到自己 聽到聲音 在那樣扯 他會知道自己要忍住 即是怎樣去運氣 他不會唱到透氣 入了Studio錄音的時候 不會唱到扯了蝦 其實是甚麼時候呢 後來有些 所謂的歌手 他是怎樣呢 譬如他就這樣參賽 或者他是靠樣子 怎樣 好了 捧了進去 他進去錄音室 其實他沒有訓練 他沒有一個訓練 他自己沒有唱歌的經驗 他只不過喜歡唱歌 他的聲音不錯 例如葉善文 葉善文的聲音很漂亮 他唱歌也唱得很好 聲音比唱歌也好 但他也有呼氣 早年多些 近年好很多 事實上是 他打後的事更加不用說 一定有 這個其實跟 第一就是訓練 背景有沒有關係 第二就是 後來那些為了賺錢 Studio錄音室監製 他們不會告訴你 例如你現在唱歌 不要說要呼氣 呼氣就差不多正常 是必要呼氣 我不會 我聽歌 如果你唱歌呼氣的人 你可以聽回之前兩集 金曲面穩 瑞穴城的歌手 例如George Michael 你聽到他有呼氣聲 他不是撿走了 他真的在現場 就算你聽鄭君棉 你聽到他有呼氣聲 沒有 不是撿走了 他現場錄 只不過人家的唱功是正常 唱歌是不應該吐氣的 沒有唱到 我要聽吐氣聲 我需要你聽唱片嗎 我看AV 所以這個是跟那個時代 跟那個水準下降 是絕對有關的 而且現在 就不單止吐氣 現在唱歌也唱到懶音 懶音唱到懶音 現在我聽過一個很荒謬的說法 即是他說 吐氣真點 都有人說 聽歌竟然說吐氣真點 特意不撿走他 特意等歌星唱歌 吐氣 都有 好了 這一節又時間了 我們回到第三節 再見